我希望讓我的客人 吃到肉質鮮甜 清爽不油膩的五股鹹酥雞 它是江陵峰 它也是江陵峰 大學念的是美術 後來一頭踏進銀行業務 一座就是十二年 因為健康亮起紅燈 才畫下休止符 把原本的副業賣雞排 當成正職 18號前乳機好了 謝謝 吃的時候小心燙 好 謝謝 一開始涉灘花博園區 台北燈會跟動漫展 帶來人潮高峰 不過活動結束之後 卻沒人上名 來 你要什麼 大家 放得先提醒後 那當作資源的查說 有沒有一直在想要說什麼 沒有 我會一直想要堅持下去 為什麼 因為這跟我自己的個性有關 因為我自己算是 有一點強迫症的人 就是越做不好的東西 我就越想要去把它弄到好 那就算把它搞砸了 但是至少我也盡心盡力去做過 就不會後悔 只能自己想辦法 從創新口味殺出一條血路 把鹹酥雞當作藝術品來設計 每本抹茶 普燒醬都變成試驗口味 你會想要把一些比較奇妙的口味搭在一起啊 比如說 還有試過苦瓜汁啊 對 可是真的效果很差 因為連我自己都不愛吃 對 結合鹹酥雞跟魷魚羹 變成鹹酥雞2.0進化版 就是他跟女朋友合作創業的 愛的結晶 當初我們就是 我就想得很簡單 就是我男朋友他就是賣鹹酥雞 然後我就是賣魷魚羹 所以我們只想著就是 把這兩樣東西結合在一起 變成我們愛的結晶 然後最後讓大家吃到一個幸福的感覺 不像別人的女朋友 原本從事服飾業的李文馨 為了愛鄉誰 每天都搞得自己油膩膩 你在冷氣房 然後挑來這裡 完全是溫度天差地別 你真的會每天就是 和劉甲輩的回家 然後再... 可是在服飾店的時候 你是每天漂亮的回家 他不算是百葉豆腐嗎 還是... 豆腐嗎 還有茄子 要軟就軟就一點 茄子可以 茄子好吃 要不然也不夠 茄子可以啊 茄子是軟的 可以 情侶黨創業 聽起來是一種幸福的feel 不過落入凡間的精靈 最怕因為工作上意見不合 搞到彼此滿肚子抱怨 這才是最大的考驗 你們有沒有吵架 最困難 對 就是要溝通 但這也是讓他堅持下去的理由 我們賣的不僅僅是賢出機 更堅持品牌的創新